長榮集團創辦人張榮發 二零一六年一月過世後 遺囑上表明讓四子張國偉 單獨繼承遺產 成為家族分裂契機 對著鏡頭溫情喊話 張國偉去年四月 接下麗蓉董作 被視為上野王子復仇記 長榮集團經營權之爭 一路上紛紛擾擾 頻頻登上媒體版面 如今終於迎來和解曙光 長榮海運發出眾訊公告 向巴拿馬商長榮國際 以新臺幣兩百三十四億元 購買長榮新加坡百分之百股權 市場解讀如此一來 雙方關係更單純 張家四兄弟也逐漸朝向和平 分家之路邁進 也就是說我們巴拿馬長榮 持有海運股 或者是航空比重都不高了 那長榮國際過去的控股的角色 也消失了 那自然就分家了 目前長榮新加坡 共有二十一艘船船舶 總運能十六萬去 以過去營收水準 約六百多億元分析 整併後 渴望為長榮海運營收貢獻一成左右 面對軌距多變的海運市場 長榮完成整併後 船隊規模將更龐大 大幅提升全球競爭力 將有利於在同業中脫穎而出 三零新聞楊長榮一亭台北報導